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3月23日 星期二 有一個好消息要跟大家說 特朗普回來了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遭到各大社交媒體平台封殺之後 就會即將推出自己的社交平台 重懷社交媒體 特朗普的高級顧問米勒在21日預告 特朗普很可能會在大約兩三個月之內 重返社交媒體 他就會創建一個新的平台 也有很大機會改寫整個社交媒體遊戲規則 我們說之前記得支持六播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後備星期二日報 民月費贊助 當然 如果大家經濟能力許可的 就會月費贊助 如果經濟能力不好的 就不要緊的 我們也明白 一年的疫症 很多人失業 大家 如果在經濟環境不許可的情況下 可以幫你做一個免費模式 就是幫你結束廣告 不過手機是結束不了的 你只能用 電腦 才可以幫我們點擊廣告 逢在廣告上有任何 總之不是我們內容的東西 你卡下去就會變成廣告 就會彈出來的 每一樣東西卡下去 都會有機會提供 我們的收入 因為 在整個頁面裏面 當然 最重要是在我們的畫面裏面 例如是一格子 橫的 像一個字幕 那個巴 你一卡下去就會有廣告彈出來的 或者其他的 總之他在播廣告 你一按下去就會彈出來 那麼這些 其實是很有用的 很大幫助的 我們先講講新聞 米勒指出 特朗普將重新回到社交媒體 並提供自己的社交媒體平台服務 青者會張視一個大型的新平台 預料吸引數以千萬計的用戶 成為社交媒體上最熱門的事情 特朗普的平台會徹底重新定義遊戲 每個人都將拭目以待 看看特朗普如何揭起一場社交革命 目前米勒沒有透露有關 特朗普社交平台的細節或者名字 但是他表示 特朗普一直在 佛羅里達州的海湖莊園和各個企業 這些團隊進行高層權力會議 而眾多公司也在聯絡著特朗普 大家都知道 特朗普在Twitter累積了接近9千萬個追蹤 所以他的影響力是無遠分界的 而今次事件之後 估計 其實他的 支持度 是有爭無減 我們相信 接下來全世界支持他的人 只會比以前更加多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現在社交媒體的罷權實在太過分了 Facebook Twitter 即使我們現在經常用的YouTube也好 也是有存在不少的罷權在 對於他們本身 有預設的政治立場 我們沒有辦法了 我們在YouTube經營了那麼久 我們也沒有辦法 坦白說沒有得搬 所以如果我們期待特朗普的媒體可以出來的話 那麼我們 最好有這個 類似 類似這個YouTube的 這樣的平台 可以放影片的 我們會開賣戶口 支持特朗普的 為什麼我們之前跟大家說過 特朗普如果2024年 再出來選總統 我認為選到的機會很大 為什麼 因為我們之前 我們也在節目上承認了 我們以往 我本人 因為接收美國的資訊 全部都是看《紐約時報》 《華盛頓郵報》 《CNN》 都是吸收一些 主流傳媒的訊息 對於特朗普的人 當然覺得 說話沒有句真 信口開河 全部都是 一派胡言 但是 之前有個朋友的文章寫出 他說我們等了特朗普這個人 這種人等了幾十年 他們說美國一直以來都是媒體自覺 以前是報紙 然後是電視 現在是社交媒體 由這些媒體 去操縱這個國家 而他們大部分有左傾的立場 對於Donald Trump那種保守主義 基本上他們是用盡一切的打壓 一切的抹黑 包括 特朗普 他做的好事沒有人提 這些主流傳媒 社交媒體是不提的 我看了之後 看了數據 真是不得了 就說新業率 以往我們會在 特朗普說出他的數字 你接手的時候 美國10%新業率 你當然是 大把進步空間 當時因為海嘯 是不是 他比較他接手 以及 奧巴馬接手 奧巴馬接手的時候 那個爛探子真的是喬治布殊的爛探子 美國是失業率 他在08年做了16年 做了8年 08年是最嚴重的時候 他由10%失業率去到 他交給特朗普的時候是4點多 但是特朗普竟然可以把失業率進一步 壓縮 這個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 一個經濟 重回正軌之後 還有增長 這個就是本事 而美國本身 是一個 超成熟的經濟體 美國的經濟增長以往都是零點多而已 去到一已經很厲害了 而特朗普 是可以超過3%的經濟增長 這個是 從來沒有一個美國總統可以做得到的 而且 他對於增加黑人 以及拉丁人種的就業 是遠遠 歷任美國總統也做不到的 因為 歷任美國總統 也是 沒有辦法解決黑人失業的問題 使黑人大量的去從事犯法活動 使警察 一看到黑人就開槍 原因就是因為每一個黑人都認為有槍 每一個黑人都認為 是有機會構成危害 或者是毒販 所以 美國 每一個警察 一看到黑人 不理好就打開槍才算 因為你不開槍射他 他會開槍射你 這就是因為美國 那種 大家都有槍的情況下 他很害怕黑人 因為黑人多數從事 犯法活動 為什麼 因為黑人失業 黑人被歧視 找不到工作 找不到工作就去犯法 就去做一些 停而走險的事情 如果他們找到東西 他們是不是會 減少停而走險 如果每一個黑人 的工作機會跟白人是一樣的 每一個有色人組 包括白人 所有的人組都是平等的 他們是不是 不會有顯著的犯罪 因為沒有原因 大家都會找到東西 特朗普就是要從根本上去解決 這個問題 反而 主流傳媒 被民主黨 被左派 攻擊他們是白人至上 我們也是受到很多蒙蔽 看到這篇文章 我們反覆看回特朗普 他真的是真厲害 而且美國現在的經濟欣欣向榮 他接手由18000點的股市 現在升到30,000多點 拜登上台 升多了幾千點 都是因為特朗普當時打了下來的股市 特朗普當時的減稅政策 是令到美國人真真正正有錢落袋 特朗普當時的減稅政策 是令到美國人真真正正有錢落袋 因為 他的減稅政策 令到企業賺多了錢 企業賺多了錢 就回饋員工 令到員工出了糧 出了花號 而這些 這些員工 出了糧之後就拿去洗錢 美國人是一個全世界很獨有的群體 他的消費習慣是直接令到全世界經濟向前走的 因為沒有一個國家的人 是會賺100元花200元的 只有美國人 所以 3億 3億2300萬人口 已經是 令到全世界的經濟撻著 是帶領全世界的企業 帶領全世界的任何的經濟活動 賺100元花200元是為甚麼呢 因為他知道他會賺到 他知道美國是一個這樣的國家 賺到錢就要花 花完錢就要再賺 這就是令到這個經濟 不斷的增長的原因 所以 當時萬8.1升上來 我們以為是泡沫 不是 那是真真正正的經濟來的 真是經濟好 而企業賺到錢 不斷回購 然後又派息 令到股價一路創新高 到現在 大家不明白為甚麼美股會升 原因就是原來大家誤會了特朗普 大家被主流傳媒 欺騙了 原來那個不是泡沫 那是真的 真實的經濟 向好 而這些東西 你在這個主流媒體看不到 而且特朗普的中東政策 我們也說了 大家都知道 中東 一直都是火藥庫來的 經常都打仗 經常都出事 特朗普是唯一任內沒有對中東發動戰爭 當然射了導彈向最利亞 射了幾次導彈 也斬首了蘇萊曼尼 伊朗的成城軍指揮官 但是你看到整個中東 是比以前和平很多的 為甚麼 因為 他是通過 他的外交努力 是使得以色列 以及阿聯酋 這些阿拉伯國家 總共有六個 包括埃及 包括摩洛哥王國 是 有六個阿拉伯國家跟以色列建立正常關係 歷任美國總統做不到 列根做不到 小布殊 老布殊 做不到 沒有一個做得到 克林頓不用說了 所以 以往大家對他的 理解 完全是基於錯的訊息 我也一樣 所以我之後 有朋友因為我支持特朗普跟我們翻臉 我們也沒有辦法 我是國務前非看到 以往我們被人騙的東西 現在我們只是修正我們的看法 所以我們 預計2024年美國人 會繼續期待特朗普 捲土重來 當然 四年之後他七到八了 跟現在的拜登差不多了 但是你看他 身體那麼健康 我們希望他 保持活力 保持健康 四年之後繼續做美國總統 好 這節時間 先說到這裏 拜拜